还是把2021年的恩怨带到了派南 带到了2022年 华尔没有枪 在原地舞蹈吸引对方的火力之下 让Oder把晚风给带走了 辛仇就恨一起算 现在是一换一 但是这个战术确实是比较新颖的 那经典来说的话呢 凯旋是没有状态的 而且GIMMY和Power Quay 直接的速度非常快 威向在马路对面 其实给不到太多的压力 是的 另外一边主线 我看到手里面的枪械不怎么样 而GIMMY这边是没有头盔的 扎着一个双方尾 没有关系啊 有二级甲就可以了 手上还有一把DBS 对方两个人的状态都是残的 只要锁定了位置之后呢 慢慢来 卡一个视野 三兵卡着视野 当着对方的面换子弹 也知道你没有任何的办法 那这样一来的话 你看晚风和凯旋并没有急救包啊 你没有急救包不说 对方还能服人 这一来二续啊 就把这个值钱弹的优势给放掉了 所以晚风和凯旋赶紧换一个房子啊 看一看有没有补给品 这个时候如果是能锁定 二维团视频的其他四个人所有的位置 这颗手雷直接炸开一个突破口 看看他们要不要协同往前压一些 这是来自长山体坛微笑 越过刘阳河的一颗雷啊 这个雷扔的是足够精准 是的 那既然打开了突破口 我觉得在留在马路对面的意义 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找机会 但是对方也不傻嘛 对吧 对方肯定知道你是要找机会过来 所以可能也会花一些时间啊 炸在你的这个必经之路 好了 现在绷带也打起来了 晚风是选择主动出击 但是对方是双架 来了 挺好脚步 看看晚风 双架没有拿到淘汰 反而是这边八脑不一心有斩获 双架也完成了一个斩获 打倒一个直播继续换枪 那这样的话 NV腾讯视频应该是可以轻松的 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了 这一招叫以笔之道 还施笔身 曾经的体坛也是使用双架 这个就是 很多词没什么使用 我们在这个赛前就说过了 这样的一次